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最新发布的消息,当地时间5月11日,三艘俄罗斯海军舰艇穿越京青海峡进入太平洋海域。 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舰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。 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资料称,11日早上时时许,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二航空军八户基地所属P-3C反潜巡逻机和第一导弹艇对锁。 属导弹艇若英号在北海道松前半岛白神甲以西约160千米处海域发现三艘,正在向东航行的俄罗斯海军舰,经确认。 三艘军舰分别为22350型护卫舰戈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,救援托船尼古拉齐戈尔号以及补给舰阿尔布鲁士号。 之后,这三艘俄罗斯海军舰艇经津青海峡东进,向太平洋方向航行而去。 统合幕僚监部还指出,此次发现的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于4月28日经对马海峡北上俄海军舰艇编队向。 据悉,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率领的北方舰队远洋编队于当地时间2月26日从北莫尔斯克起航。 经过近两个月的航行,于4月21日抵达山东青岛,参加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。 其中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还参加了4月23日举行的海上阅兵式,并于24日对公众开放参观。 4月26日中午,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护卫舰率领的远洋编队截缆起航。 离开青岛,前往俄罗斯海深威对太平洋舰队进行访问。 经过近5天的航行,于当地时间5月1日抵达海深外。 5月11日,编队结束对太平洋舰队的访问,从海深威启航前往太平洋中部。 根据计划,编队在接下来的航行期间还将执行一系列军事外交任务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